经过两个月的明察暗访 吉兰丹关税局缉拿走私活动再有斩获 这一次不法分子试图从邻国走私复制车 还有高马力的摩托车进入我国 全被执法人员一网打尽 关税局估计这些分别在柔佛 雪兰儿和吉达起货的走私物 价值将近58万令吉 开始从15丹到15丹二十二十四 由于几公元处关税局长 JKM Kelantan将两副车禁止 打击了六副车车让狼 唢出嘴车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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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击 由亘的两副车车车车车车车移入 几公元处关税局长王家 加玛阿都沙兰指出 这些复制车和高马力摩托车 都是从新加坡以个人名义 或是通过布法集团操作走私入境 布法集团在用比市价便宜三成的价格 卖给本地买家 至于三辆二手摩托车 则是通过哥勒河一带的非法码头 以泰国从泰国以山板运入我国 估计每一辆二手摩托 售价介于7000到8000令吉 关税局援引1967年 关税局法令135-1之低条文 调查这两起案件